大家好,我是亚太科技大学的邓家辉博士 我也是亚太科技大学工程学院的院长 很开心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什么是工业4.0 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学者 工业4.0到底会对你带来什么的机会 还有对你将来就业会带来什么的影响呢 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什么是工业4.0 如果我要你想一个英文的单词 来描述我们的未来 那是什么的单词呢 大家可以想想 我们的未来可以用什么英文的单词来描述它 最贴切的单词其实就是这个 我们叫做disruption 而什么是disruption呢 disruption我们可以称之为破坏 但是最官方或者是最正统的说法应该是颠覆 是何为颠覆 如果你们根据那个词来讲的话 颠覆基本上就是说 它完全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方式 完全改变了我们既有的做东西的方式 如果我要用更贴切的形容词去形容颠覆 那我们就要先从innovation说起 而什么是innovation呢 innovation其实就是革新和创新 但是在innovation来讲的话 我们只是做回一样的东西 只是把它做得更好 更有效率 而disruption 颠覆基本上是说我们完全改变了我们做东西的方式 我们可以达到一样的目标 但是那个过程那个方法那个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大家想回去去年3月18号开始 在马来西亚我们开始行管令 我们叫做movement control order 在新冠肺炎之下 我们必必要遵守新常态 而且我们一定要维持很好的社会距离 而且很多做工的人士都需要居家作业 思想想在那种情况下 为了要确保我们的生活不受影响 为了要确保大家的学习不受影响 我们生活的方式也是经历了很大的颠覆 很大的颠覆 而且在过去一年期间 由于新冠肺炎的来袭 其实在我们生活的周遭 我们所使用的东西 或者是我们所学习的 都经过很大的颠覆 举个例子吧 如果你是一个15岁的年轻人 OK 15岁的年轻人 你可以想想 现在你在什么平台来得到国家的新闻呢 通常你都会通过好像Instagram Facebook或者是YouTube来得到新闻 而不是传统的去包单去买一份包子来看 OK 如果你想购买新的东西 衣服或者是电子产品的话 你有可能也不会去百货公司 或者去商店购买 而是经过一些网上平台 例如Lazada OK 例如在马来西亚 例如Shopee 而在美国他们就有Amazon 或是Ebay 去购买 如果你想跟你的朋友 或是跟你的同学 去联络关系 或是交谈的话 你也不会打电话给他们 而你却会是用WhatsApp 或者是用Discord 或其他的沟通平台 去看他们沟通 而如果你要学习新的事物的话 你也不会去图书馆 而你会去Google 或者是其他的平台 去上网去找资料 所以你们想想 在我们生活的周遭 这个所谓的数码化颠覆 或者我们叫做Digital Disruption 已经静悄悄的在我们周围了 OK 在我们周围了 而且让我们看看 世界上几个最大的公司 例如Uber 或者在我们东南亚Grab来讲的话 他们是全世界 数一数二最大的得失的公司 但是他们本身 是没有任何计程车的 好像世界最大的住宿的公司 好像A B&B来讲的话 他们本身是没有自己的酒店 或者举个例子 Netflix 我们很多时候在家里 我们是用Netflix 来观看电影和电视剧 他们本身也是没有电影院的 所以你们看看 在我们现在的世界 我们不能根据以往的方式去生活 我们也不能根据以往的常态 去看未来 未来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未来有很多颠覆我们生活常态的科技 颠覆我们生活常态的新的秩序 已经开始在慢慢入侵我们的生活 但是这些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其实如果用正面来讲的话 我们应该去学习这些新的科技 我们应该去让我们拥有这些新的科技的技巧 所以我们将来我们工作的话 我们就可能很好的融入 未来的科技 未来工作的需求 然后这一点我会稍后也会讲解 另外一点 好像如果你要看全世界公司的市场价值的话 从1917年1967年到现在2017年 全世界最高市场价值的公司 其实都是科技公司 例如苹果 Apple 例如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 例如微卵Microsoft 还有Amazon和Facebook 他们也是拥有最高市场价值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拥有核心科技 他们的科技能够生存于未来的世界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了解 科技的颠覆 Digital Disruption 对我们带来什么影响 OK 我希望我的讲解会让大家明白 为什么我们不能 这样讲呢 我们不能暗喻于现态 现的常态 我们一定要改变自己 我们一定要去了解 这些所谓的电子的数码颠覆 对我们生活带来什么影响 和对未来的科技带来什么影响 OK 而且 另外一点我们需要了解 是什么是 第四工业革命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OK 其实第四工业革命 也是一种 科技的颠覆 而科技的颠覆 其实在很早以前已经发生了 如果我们看回第一工业革命的话 第一工业革命 在18世纪初期 我们发明了 蒸汽的引擎 Steam Based Machine 从那个时候 人们就慢慢地从农业的社会 走进了制造业 那时候我们就有很多工厂 开始在制造衣服 在制造防制品 又是因为那时候发明了蒸汽机 而从第一工业革命直到第二工业革命 我们又产生了很多的科技的颠覆 科技的颠覆 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了我们所谓的铁路 人们开始从乡村搬到城市来生活 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联系也变得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么就直接注尽了我们工业的发展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也开始发现了 怎样利用电力发电 怎样利用石油来让我们的工业更加的发达 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了所谓的生产线的概念 而且工厂也很大型的生产 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在那个时候 就是所谓的Ford福克的Motor T的汽车 也是在那时候开始大型生产 然后我们到了20世纪尾 就是198多年 197多年 198多年期间 我们就开始的迈入了第三个工业革命 在那个时候我们也可以成为 它是一个第一个兴趣的革命 Information Revolution 在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发现了 Internet 网机网络 我们也开始用很多不同的程序编写Programming 去让我们的机械能够24小时 7天无间断的操作 所以从那个时候 我们就开始有了更快 更方便的制造的方式 那么现在我们正在迈入第四工业革命 而第四工业革命的话 最明显最明显的话 就是我们所谓的人工智能 而且人工智能 再加上我们能够很好的应用Information 讯息去把两个结合起来 我们就开始有了很好我们所谓的Smart Manufacturing 智能制造 那在第四工业革命里面呢 我们就会利用所谓的人工智慧 还有这些讯息来让我们的机器能够互相沟通 让我们的机器和机械能够很好的去了解 他们本身的健康的状态 他们什么时候会breakdown 所谓的什么时候会有问题 然后我们就很好的去偏排时间 这样去维修他们 在最好最全自动化的工厂里面 我们也根本不需要任何人去干涉机械们的操作 我们也可以从网机网络 或者我们可以从各种不同的平台来观看 现在我们的制造到了什么时候是什么状况 所以这是第四工业革命 所以你看从第三工业革命去到第四工业革命 那个科技的颠覆 Digital Disruption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们所要掌握的技巧 也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OK 完全不一样 那么有什么科兴的技巧是非常 技术是非常重要的呢 如果我们要在第四工业革命 就是现在和以后成功的话 我们需要掌握什么科兴的科技 那我们就有十个最重要科兴的科技 是需要去掌握的 我们先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开始谈起 第一个科兴的科技 就是所谓的Data Science 或者咨询科学 或者咨询科学 Data Science 第二个就是Cyber Security 就是所谓的网络安全 第三个就是Cloud Computing 或者我们所谓的云计算 云端计算 第四就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我们的人工智慧 第五 Mobile Technology 移动科技 第六 Internet of Things 就是所谓的物联网 第七 Financial Technology 就是我们的金融科技 第八 Mechatronic 我们的机械电子 第九 Digital Marketing 就是我们的数码行销 还有最后E-Business 就是我们的电子贸易 OK 电子贸易 这十个就是所谓的科兴科技 科兴科技 在将来 在我们的工业4.0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接下来我要花一点时间 去一个个去讲解这些科技 而我也会跟大家讲解 这些科兴科技 对你们将来的学习 跟你们将来的工作 会有什么的关系 第一个我们先讲物联网 什么就是什么是物联网 Internet of Things 物联网就表示说 我们的设备 开始有很多的不同的感应器 sensors 传感器 在这里 然后这些设备 如果有传感器的话 他们就可以开始收集周遭的资料 Information Gathering 周遭的资料 而这些资料也会可以 我们可以把它发送到云端 去分析 而了解 我们现在是处于什么的状况 最好的话就是 我们所谓的Smart Watch 或智慧手表 我们的智慧手表 有很多不同的sensors 传感器 他们可以量我们的体温 他们可以量我们的心跳 他们也可以量我们的氧气 在我们血里面的氧气的数量 从这些收集资料 他们就可以预测 我们当天是否健康 或者我们的健康 将会发生什么的情况 这个就是很好 雾联网的例子 除此之外 我们也是有其他的科技 好像Smart Home 好像你们可以看到 Smart Home 我们的汽车 也开始有很多不同的传感器 去收集资料 但 even我们到了一个很大城市 也是可以 自入很多不同的传感器 去收集城市的资料 例如人潮 例如我们的交通情况 而这些资料可以被收集起来 而做出一个很好的决定 这个就是物联网 最精彩的地方 如果你们看 在这个slide里面的 那个图表来讲的话 我们对于物联网的需求 是只有增加不会减少 到2025年 我们对于物联网的需求 可以达到一个trillion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掌握 这个物联网的科技 我们能够了解 什么是物联网 什么是传感器 这样我们未来就可以参与 这个行业而做出贡献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所谓的电子商务 电子商贸 我相信大家 如果我不用讲解 大家也了解 我们很喜欢从 Lazada或Shopee去 购买产品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就是所谓的 business to consumer 对不对 好像Lazada Shopee 他们就是business 我们就是consumer 但是现在 也是有很多不同的 电子的平台 能让business to business consumer to consumer 或者是consumer to business 去做一个很好的 商务的交往 而且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过去一年之中 因为新冠肺炎的原因 我们大家都开始 有很多不同的商店 有很多不同的行业 加入了这个 电子商务的行业之中 而且如果你们看 那个图表 也可以看到 对电子商务的需求 也是逐年逐年的增加 所以如果你是对 你是一个business的学生 或是你是一个文科生 电子商务 也是一个很好的领域 你可以去学习 而且可以去参与 这类型的行业 第三个就是数码行销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每个人都有智慧型手机 每个人都有超过一个产品 我们有手机 我们有平板电脑 我们也是有我们本身的行动电脑 OK 所以我们 而且另外一方面 我们用这些设备去上网 我们用这些设备去得到新闻 我们用这些设备去扣物 所以电子行销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需要利用传统报纸的打广告 或者是电视机的打广告 或者马路上的打广告 去推销我们的产品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网上的平台 好像Facebook Instagram YouTube 还有很多很多的平台 去推销我们的产品 所以你如果你是一个文科生 你对这Marketing有兴趣的话 Digital Marketing的话 是电子行销 是非常非常重要 OK 非常非常重要 下一个就是机械电子 在以前好像我做学生的时候 我们只有电子 Electronic 或者是Mechanical 机械工程 而过去的十年 我们开始有了一个新的课程 我们叫做Mechatronic 或者是机械电子 什么是机械电子 机械电子基本上是由不同的 重要的领域合成在一起 OK 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而这些领域就是机械工程 电子工程 电脑 遥控 OK 电脑 遥控 这几个领域合成起来 就变成所谓的机械电子 而机械电子最重要的目的呢 就是要制造 智慧型的设备 Smart Devices 能够智慧型的设备 而且能够自动化任何工厂 或是任何的process 或是任何的过程 就好像我们看到 在很多的汽车工厂里面 我们就利用机器人手臂 Robotic Arm 而且机器人手臂能够相互合作 去完成一个汽车的组装 我们也可以用不同的机器人 去替我们在我们的warehouse 或在我们的货舱里面 很好的搬运货品 很好的放置货品 而且在这过程之内 我们是永远不需要 靠人力的帮忙 所以这就是 所谓的机械工程所注重的 OK 而且如果你们看 Application Megatronic 在我们机械工程所使用领域的话 我们已经超越 在超越manufacturing 已经我们已经可以利用 Megatronic 在我们的智能汽车 在我们的数码的医疗里面 能够起到作用 OK 下一个就是所谓的金融科技 何为金融科技 传统上 如果我们需要去储存钱 或者是我们去拿钱 或者我们要处理财务上的一些事情 我们传统上都需要去到银行 我们需要排队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车 park好 去排队而进入银行 但是 在过去的五年之内 我们开始看到很多不同的电子银行 在最近 OK 在去年 新加坡开始 攀布了四个电子银行的执照 OK 电子 其中一间就是大家很熟悉的Grab 何为电子银行 所谓电子银行就表示说 他们没有本身实体的电 没有physical store 但是你可以在电子银行网上的平台 去处理所有传统银行能够处理的东西 OK 而据我所知 马来西亚在今年一月尾也是开始盘布了 对于电子银行的license的requirement 在不久的将来 马来西亚政府也会攀布电子银行的执照 而我们也会很快的可以看到电子银行的产生 在另外一个金融的科技 就是在我们所谓的股票的交易 我们的加密的货币或是cryptocurrency方面 这对于投资者他们就现在有很多不同的自动化的 而且很智能的方式去跟他们分析股市的走势 来跟他们推荐该买什么股 该卖什么股之类之类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这类型的科技开始出现了 如果你是一个对金融有兴趣的学生 金融科技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因为将来基本上科技会慢慢跟金融结合起来 变成所谓的金融科技 下一个就是所谓的移动科技 什么是移动科技 移动科技就是最简单就表示说 任何设备都可以 就是表示说 任何移动的设备也可以归类为移动科技里面 就好像我们的电话 我们的电脑 我们的平板电脑 而这些不同的设备都拥有 很好的网络的设备 很好的5G 或者是Bluetooth的设备 能够随时让我们上网 OK 随时让我们上网 而且可以看到 现在越来越多人都是很依赖 这一类型的移动科技 去完成他们所完成的process even好像在我们的手机 也是有很多网上银行的 所谓的设备 我们可以在那边 transfer钱 或者是做其他东西 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 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是个 喜欢供警纪的学生 也可以去了解 怎样去让 那个资料的传输 or data transmission 让他们更快 更快速 更准确 OK 或者是更 stable OK 更稳定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行业 可以进入 下一个就所谓的人工智慧 所以人工智慧 我觉得大家都觉得 人工智慧就好像一个机器人 会主导人类的世界 其实并不是 人工智慧的目的 很简单 就他们的目的 就是要学习 我们人 怎样去做出判断 我们人怎样去 做出一个 怎样去结合不同的资料 而做出一个很好的判断 而人工科技 已经应用在 各种各样的行业里面 OK 各种各样的行业里面 好像我们所谓的人眼辨视 我们所谓的人眼辨视 也是人工智慧的一种 OK 在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去上网 我们要跟一个服务员 去问资料的话 很多时候 那个服务员 也是一个所谓的人工智慧的服务员 他们可以利用不同的资料 他们可以了解 你所要索取的讯息 而给你适当的资料 而人工智慧也开始 慢慢的在各种各样的 的行业开始出现 就好像在我们的 Gaming 在游戏 在我们的医疗系统 Patient 在我们的智能的不同 智能的那个交通工具 OK 也开始出现了 OK 下一个就是所谓的云端科技 何为云端科技 所谓的云端科技 就是我们有一个平台 把我们的资料可以储存在 别的地方的不同的server 伺候器 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在网上的平台 随时去储存 或是拿我们所需要的资料 我们也可以在网上的平台 随时的去实行我们需要的software processes OK 而最普遍的云端科技的体现呢 就好像我们的Facebook 好像我们的Gmail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在网上 可以去拿到我们的资料 可以去了解我们的朋友 到底在进行什么活动 我们也可以在网上 在不同的设备上去随时去拿到 去读取我们的电子邮件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cloud computing的体现 而下一个就是所谓的网络安全 刚才如果你是根据我的讲解的话 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活动 开始都经由网上来实现 包括我们的电子的商务 好像我们的网上的银行 好像我们网上跟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所以现在网上 网络的安全就是非常重要 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想我们的资料 得到人家的high路 或是路径 或hacking 所以在这一方面 如果你是想在网络安全去找到一份工作的话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行业 因为越来越多hacking 或是hiker的情况会出现 最后一个我想讲解的话 就是数码的数据的科学 data science 像我刚才所讲的话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sensors 传感器去得取很多的资料 而这些资料通常都是非常大 非常没有秩序的 我们怎样能够分析这些资料 而得到很有用的资料 这就是所谓的data science 或是数据的科学所要实现的 如果你是有兴趣进入这个行业的话 data science也是很好的行业 所以刚才我就是讲解了 十大科兴的科技 对于工业4.0最重要的十大科兴的科技 所以我希望我刚才讲解的明白 大家都了解哪一个是十大科兴科技 那么我们了解了科兴科技 我们就要开始要想想 这些科兴科技 对我们将来的工作会有什么影响 或者我们将来的工作 我们是否要了解这些科兴的科技 so that我们将来毕业之后 我们可以容易找到我们的工作 如果你可以看看这个图表 ok 这个图表是career class 放上来的图表 在2022年 所有简单的工作 重复性的工作都会慢慢的消失 会慢慢的消失 就好像你看 第一个 邮差会慢慢的消失 因为我们开始用电子邮件 ok meter reader 读电表的工作也会慢慢的消失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电表开始有了物联网 能够直接把那个我们用电的那个数量 直接放去网上 直接放去云端 ok farmer ok 农夫也会慢慢的减少 因为我们很多的生产都可以靠自动化来产生 所以这些工作就会慢慢的减少 那么将来的工作需要什么技巧 它们肯定不是重复性的工作 它们肯定不是简单的工作 为了的工作 需要我们有很好的创新能力 需要我们有很好的个性能力 而且需要我们有很好的分析能力 这样我们就能够在未来的世界生存 而且我们的工作就能够有很好的体现 到底什么工作是最重要的呢 如果你根据世界经济论坛 在2018年的一份报告讲的话 在2022年有10个最重要的工作是慢慢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这些工作如果你看它们的那个列表的话 这些工作就完全完全抱货了我之前讲的十大科兴科技所需要的工作 好像资料分析师好像在人工智慧的专家 好像各种不同的科技的专家 所以你可以看到 而且慢慢消失的工作就好像刚才我讲的重复性的工作 它就会慢慢的消失 OK 所以现在我就要给大家看一系列的数据 而这些数据对于我们 对于马来西亚就是非常非常重要 第一个数据 我们有188.3个Billion 而这个数目就是我们的数码的经济 贡献于马来西亚经济 总共17个percent 而这个百分比会越来越增加 OK 第二个数据 我们马来西亚的电子的上贸 在每年的增长会达到12.4% 所以会逐年逐年增长 第三个 如果你是拥有十大科兴科技的专家 OK 的技术专家 你本身的薪水也会逐年逐年增加 而且的增长率是非常惊人的30个百分比 而你每个月的薪水也会达到大概9000块 我们马来西亚对于科技专裁的需求 目前是20.1% 但是我们目前只能够提供大概3.7%而已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方面工作领域的需求 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们基本上是不够专才 不够专才去实现我们对于这类型工作的需求 所以在这方面的工作机会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相信基本上大家都觉得非常心动 OK 如果我们要在未来觉得要成功 我们要未来要一份很好的工作 要一份对社会很有贡献的工作的话 那么这十大科兴科技是一定 肯定是我们肯定是要需要掌握其中一个 或者两个科兴科技 所以如果你现在要开始 你要怎样去开始呢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很多都是SBM的毕业生 那么你们SBM毕业之后呢 你们就可以选择进入所谓的文凭班 diploma 或者你们可以继续进入我们大学的基础班 或者我们叫foundation 其中你们一些人也会继续去STBM 也是可以 当你们完成diploma之后呢 你们也可以直接进入我们大学的第二年 大学学位的第二年degree 或者你们完成基础班foundation之后 你们可以进入我们大学的第一年 OK 然后等一下我会给你们看一下 大概有什么不同的学位是有关系的 OK 如果你是有兴趣于工业4.0相关的科技 你也可以 在这一系列就是我们相关的学位 你们可以去我们的网站看一看 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information technology的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学位 好像information security, cloud computing, network computing, internet of things, mobile technology 如果你是专于其中一个学位 而现在的工程也是让你们能够掌握好像internet of things,物联网 usage of sensors,或者是其他的科技 所以未来的工程师也是对工业4.0是非常非常有紧密的联系 如果你们对于所谓的金融的科技有兴趣的话 你们也可以去读accounting and finance 因为我们有一个fin tech,有一个金融科技的专注 而如果你们有兴趣好像e-business,或者是digital marketing的话 我们的business management,我们的marketing的学位也是有相关的专注 所以欢迎你们去我们亚太科技大学APU的网站 去浏览我们的课程的咨询 也欢迎你们来咨询我们的专业的人员 来得取更多的信息 最后最后我要说的就是 如果你们已经毕业了,拥有这些学位 而你们要在将来工作领域成功的话 其实除了这些科技的专业 你们也是需要有很好的对于语言的掌握力 最重要的就是英文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新报的报道里面呢 他们也是讲到为什么我们的毕业生的就业率那么低 第一,是因为他们的英文不太好 第二,是因为他们没有所谓的信心去沟通 他们的沟通技巧不好 第三,他们的思想不够global 因为我们没有去一个很好的全世界的思维来想东西 所以如果你们要成功的话 除了你们有很好的学位毕业 你们本身的 你们本身的character 或者你们本身的行为 你们本身的英文 或是你们本身沟通的技巧也是要非常非常好 而且你们也不需要担心 如果你们来到我们亚太科技大学学习的话 我们会给你很多机会去训练你们英文 因为我们的讲师 我们的沟通的环境基本上是以英文为主 我们也给你很多的机会去训练你们沟通的技巧 OK 而且我们也是有很多不同国家学生在一起学习 你们就很容易的去了解我们各种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背景 而达到很好的世界的思维 global mindset OK 这些就是我们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们来到亚太科技大学学习的话 这些就是很重要的技巧 我们会让你们拥有这些技巧 so that你们将来再找工作的话 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 我们的就业率在目前为止是100个百分比 每个毕业的学生都很轻易的找到工作 OK 这就是我要讲解的今天 今天所要讲解的咨询 感谢大家 OK 拜拜